VBS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大家好,我是甫心老師,我們又見面啦,我們都知道唱歌的情感表達是不可或缺的一塊,那如果你只唱了旋律和拍子,可是沒有附於一首歌靈魂的話,那這首歌基本上都白給啦,但如果是反過來,全都是靈魂,全都是情感,但是沒有半點技巧,甚至拍子和旋律都被你的靈魂覆蓋住了,那那那那你也不行啦! 到底在唱什麼?所以這之間的遲度拿捏呢,就很重要,像我們的情歌王子周星哲哥哥,他唱歌呢,就不管怎麼唱就很動人,不管是他的情感的詮釋,還是他的演唱技巧,都很好,聽著聽著,你就會想要摟住他,拍拍他的背,安慰安慰他的感覺,而且如果剛好這麼不臭巧,你感情出問題的話,聽到他的歌聲,你就會發自內心由內而外的暖出來,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歌聲溫暖動人,你想要讓每個小姐姐,大姐姐,阿姨,美魔女們的內心深層的膜外被激發出來的話,沒錯,你就來這地方了! 看著影片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分析周星哲,那麼各位同學覺得周星哲最溫暖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彈幕留言告訴我喔! 相信近幾年呢,大家對他也是耳熟能詳的啦齁,從學著愛這張專輯開始呢,每一張專輯喔,每一張喔,都有一首至少一首現象級的情歌,你比如說,以後別做朋友啊,你好不好啊,如果雨之後啊,永不失戀的愛啊,是不是?都是一首現象級的歌嘛,每一首都是嘛對不對?你就算不會唱這首歌,你也聽過歌名,你就算沒聽過歌名,你也會唱副歌,你就算不會唱副歌, 你知道這首歌是誰唱的?我好像講一堆廢話,總之就是很紅就對了啦,那就表示他只會唱情歌嗎?其實不是喔,周哥哥呢,他有很多情歌以外的曲目,他有很多R&B的輕快的歌曲喔,你可以去聽聽看,自己搜搜看,不會讓你失望的,好聽! 所以說到底呢,為什麼大家對於周星哲的情歌的記憶度這麼高呢?除了他很會寫歌之外,他的發聲動作也很有重點喔! 就大部分的男生來說呢,他的歌呢,說難唱不難唱,說好唱也沒有好唱到哪裡去,沒有錯!我講一句廢話,大軍先不要急! 我的意思是說呢,他的歌之所以會不難唱,是因為啊,他所謂的真音的音準呢,座落在深F4到G4以下,那只要在這之上呢,他就做一個音色的轉換,對,沒錯,AKA你們口中說的真假音轉換 他既然都翻假了,到底男在哪裡啊?不是啊,你翻也要翻得好看啊,你比如說有些人翻的時候他的音壓差就差很多,就是音量差很多啦,要不然就是翻的過程中他的那個音色就會不好聽,之類的啊,你比如說 你給我這一輩子都不想失戀的愛,相信愛的陣途就是形成大海 你看,你要確定餒,阿姨都跑了,你要再努力10年,對不對?那重點來啦,假音要翻得漂亮的關鍵是什麼呢? 原則上啊,只要是真假音轉換很漂亮的歌手呢,都做了差不多的事情,就是他們空氣流速的把控都做得很好 那要知道,我們在發出假聲的時候呢,其實我們的環甲機和假鈔的發力就會下降 那這時候我們身帶的張力也會跟著下降,那如果這個時候你的空氣流速還不補上去的話,那你的聲音就會開始不穩定啦 從周星哲出到開始呢,其實我們就聽得出來了,他的主要的發聲技術明白就是超高主導性的氣流流速 也就是說,不管他的環甲機,他的假鈔,怎麼樣的發力,他的流速就是最重要 他就一直看著那個流速,一直看著,不管!所以你會發現,不管周星哲唱什麼歌,他就是有一種絲滑的感覺 是絲滑滑的,像我,可能就會這樣唱 親愛的你躲在哪裡發呆 有什麼心事還無法釋懷 你也知道了,那周星哲呢,可能就會這樣唱 親愛的你躲在哪裡發呆 有什麼心事還無法釋懷 掰掰 你看,阿姨和美魔女們會選誰,很明顯了吧 不是選我啊,不是啊 還要再努力 喜歡唱歌的同學,是不是也想要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歌唱問題呢 我們接下來會拍一系列的影片,幫你解決 那有興趣的同學呢,可以錄一段主歌到副歌上傳到我們的信箱 然後簡單的描述一下,你是什麼樣的問題 之後在影片呢,就會幫你解決,回答你喔 那應該怎麼做,才能像周星哲一樣用氣流主導一切呢 比如說我們可以練習Fee這個字 我們先理解一下,Fee這個字要怎麼做呢 就是他要Fee,E,用F先創造一個流速 然後把這個流速帶出那個E Fee,Fee 那我們這樣做,試試看,像這樣喔 F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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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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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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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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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多女呃 那如果把同樣的感覺帶到旋律和歌詞裡面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故意稍微慢一點試試看齁 你給我 這一輩子都不像失戀的愛 相信愛的征途就是星之大海 像這個樣子 最後呢 其實耳朵比較敏銳的同學就會發現 比起第一張專輯啊 他現在就算翻假音 你會發現 誒 他的聲音好像比較亮 而且好像聽起來可以比較大聲 這就間接地說明啊 他用流速來帶出聲音的這個技術 哎呀 真的是如火純青啦 在理解他的聲音使用之後呢 我們再抓住幾個周星哲常用的演唱計畫 就可以再更接近他一丟丟囉 這時候變成暖男的重點就來了 仔細聽喔 那首先呢 在句子的開頭 他就很常用氣泡音或是氣音來進歌 那這樣的效果呢 就是聽起來會比較誠懇 比較溫暖一點點 就像這個樣子喔 習慣聽你分享生活細節 害怕破壞完美的平安點 保持著距離一顆心的遙遠 我的寂寞你就聽不見 然後在歌曲裡頭呢 每每他要音量變大 或是他要音高快要變高的那個前戲動作呢 就會出現一個口腔後方騰空 或是低喉頭的動作 那這個目的呢就是騰開空間啦 那效果就是他的聲音會變寬 然後變有點笨笨的感覺 那這個音色效果呢 聽起來就會有點委屈的感覺 這種習慣好像大家講話的時候就有了耶 比如說15年後的向維新 他最後一定會很幸福很幸福的 15年後的向維新 他最後一定會很幸福很幸福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從念歌詞 來體驗一下那個撐開空間的感覺 你比如說你不屬於我 別說永遠永遠會讓人更想念 那他帶到旋律呢大概就會長這個樣子喔 再來就是他的抖音呢 大概一秒鐘四下左右 喔不管他是輕還是重 大概就是一秒鐘四下 那這樣聽感呢會有什麼感覺呢 就會聽起來比較被動 激起大家的模樣 這樣衝過去抱他一下 抱他一頓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地方 你不屬於我 屬於我的脆弱 我們只剩今天 怎麼奢求以後 最後就是咬字的部分 你在咬字的時候 切記喔不要咬那麼死 就是那個紫印的部分 吃吃吃吃這些東西 不要咬那麼死 讓它稍微含糊一點點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會有什麼效果呢 就會很像ABC 那ABC會帶來什麼成果呢 就是會有一個 欸這個ABC是不是出來乍到 他是不是人生必不爽 你就欸兄弟 想要關心他 怎麼了 怎麼了 之類的 那這個一樣呢 能夠激起別人的關心 或是你的母愛 那不是說要故意讓你咬字很歪啦 也就是說你在咬字的時候 你就注意你的母音就好啦 這樣就比較好唱啊 一方面呢 就是這樣唱會聽起來比較 潮嗎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音準會比較容易準喔 像這個地方 他就是這樣唱的 那如果你把字咬得很清楚的話 這種憂鬱啊 這種人生第一步時候欠關心的感覺 他就會消失 譬如說像這個樣子 淚雨依舊奔跑著 世界想你 模糊聽歌 就變清楚戲的人了 好啦 那今天分析完周星哲的 發聲技術和演唱計畫 希望各位同學 可以在他的特色裡面 找到自己值得學習的地方喔 剛好也冬天了嘛 溫暖自己 溫暖阿姨們 那還希望老師們 分析哪個歌手的話 請在彈幕留言 告訴我們喔 VVS 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我是福星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